华尔街电视正式开通会员制了 加入银牌会员您的直播留言我们有恩必达 此外金牌会员还可以观看专属直播与主播近距离互动 如果您是钻石会员的话 更可独享我们特别制作的专属节目 请点击节目下方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立刻成为华尔街电视会员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 中国方面撤销了驻北京三位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新闻资格 这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 中国政府首次驱逐同意国际新闻结构的多名记者 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是对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一篇观点文章的惩罚 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Jonathan Chen 他是美国的公民 副社长兼首席执行长Josh Chen 以及记者Chel Dun 以及澳大利亚公民记者Philip Wang 被命令在五天之内离开中国 在外交部的驱逐令之前 舆论广泛关注有一篇观点文章的标题 称中国为亚洲的真正病夫 该部还有官方媒体多次在社交媒体的声明 以及帖子中引起人们对于新闻标题的关注 并且威胁说华尔街日报必须要承担后果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三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令人遗憾的是华尔街日报迄今所做的不过是躲避和逃避责任 中国人民不欢迎那些种族歧视性语言 恶意诽谤和攻击中国的媒体 这三位记者为华尔街日报的新闻业务部工作 而该报纸在新闻与观点之间有严格风格 但是却未能避免他们遭受驱逐的命运 华尔街日报的出版商道琼斯公司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在八月份中国政府并为续签北京记者王春翰的新闻证书 他参与撰写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堂弟齐鸣相关的新闻报道 而齐鸣的活动正受到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机构的审查 而Philip Wayne先生本次被驱逐当时是王春翰的共同作者之一 中国当局认为习近平以及其亲近的私人生活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外交部当时警告华尔街日报不要发表该文章 并且警告会遭受不明的后果 自从一九八零年华尔街日报在北京开设办事处以来 王春翰先生是第一位被拒绝的华尔街日报中国记者 而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政府对信息施加了更大的控制权 并且重申了共产党对公民生活的影响力 北京对外国媒体也采取了更具战斗力的立场 它连续拒签几位记者的新闻资格证 但是此前很少有公开开除外国记者的 对国内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审查也更加严格 当局已经加强了互联网的防火墙 旨在阻止中国人访问北京反感的外国报道 而美国国务院在周二此前表示 已经决定将美国国营的中国新闻机构的业务 确定为类似于使馆或者是领事馆的外国使团 这是一系列旨在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 以加强外交官管制的最新举措 美国官员表示 这些新闻机构的员工现在将被要求在美国国务院 视作领事人员 尽管他们的报道活动不会受到限制 而局外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曾经用亚洲病夫一词 来指代一八零零年代末 还有一九零零年代末 中国对欧洲大国以及日本被剥削的历史 这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被描述为屈辱的事迹 而华尔街日报在哈德森学院的作者米德 一篇评论专闹文章的标题中 曾经用这样一个词提到中国的病毒流行情况 引起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愤怒评论 下面在一起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说在逃的金融者刘特佐可能去过武汉 而马来西亚当局现在正因为疫情爆发而寻找他的归来 马来西亚方面的警察局长巴多尔周三在吉隆坡表示 以前我们确实得到他在武汉活跃的情报 我们已经告诉吉隆坡国际机场监视他是否带着病毒回来 而马来西亚方面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寻求帮助 以追踪刘特佐并使他面临因涉嫌在emdb丑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指控 而他本人一直否认有过错 阿布杜勒哈密德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示 随着病毒传播他是否会离开中国 而他以前曾经表示刘特佐所在的国家与地区与马来西亚有引渡条约 而且警方正在与他们怀疑正在保护刘特佐方面进行会谈 下面呢再来关注到有关于中国房市的消息 一月份中国的房价增速已经降至了十八个月来的最低点 随着中国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长期努力 叠加现在重大健康事件的影响 房价增速看起来还将大幅下滑 现在中国各地商业活动已经濒临停摆 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房价罕见下跌的担忧 同时也迫使开发商来仓促应对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一公布 一月份中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新房价同比上涨百分之六点四五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计算 这是自二零一八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涨幅 但是一月份的数据很大程度上还并未能反映出现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 这已经造成了国内商业活动的中断 并且迫使大部分地区的居民留在家中 尽管去年十二月首次在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政府有关部门直到一月二十三日下令封城后才开始影响消费者行为 总部位于香港的房地产咨询公司中原地产所提供的数据显示 自从封城以来随着地产开发商关闭了全国各地的销售中心 中国的住房销量可能同比下降了将近百分之九十 这意味着二月份可能是受到这样事件影响的第一个完整月份 截至二月十八日二十四时 仅在中国内地感染病例已经超过了七万四千多例 而仅有超过两千人死亡 中原地产驻北京的分析师张大为表示 二月份会出现全国性的大面积降价 而近几个月来随着监管机构收紧政策 以推动房价涨幅逐渐放缓 房价上涨幅步伐本身已经得到放缓 即便是在出现公共卫生事件之前 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就已经将二零二零年的销售增长目标 从繁荣时期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 下调至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而现在开发商正准备迎接更加深入 更加持久的阵痛 并且开始推行营销创意 以抵消这些挑战 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 在周日晚间开始在网上开展促销活动 从周二开始到本月底所有的住宅楼盘降价百分之二十五 而三月份的折扣力度降为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此前恒大地产推出了一项促销活动 购房者只需缴纳人民币五千元就可以预定一套公寓 这样的举动的帮助中国恒大在三天内完成了四万七千五百笔预约 而这些激进的销售策略凸显出中国许多房地产开发商 资产负债表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根据目的的估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中国恒大债务已经高达了一千三百二十五亿美元 是中国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市值超过三百二十亿美元的恒大表示 公司经常通过创造性的营销手段来销售房屋 但即便如此 这一次降价幅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预计现在的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会对房屋销售造成冲击 也会给房屋建造带来影响 因为大规模的封城使得建筑工人难以返回建设工地 而在上周包括上海西安和浙江在内的中国多个省市 出台了旨在减轻开发商负担的政策 这些措施包括信贷支持推迟地块付款最后期限 以及放宽预售条件等 而经济学家表示与零三年爆发的SARS相比 这次疫情对中国的经济打击可能更大 交行的高级研究员夏丹表示 零三年的SARS持续时间以及波及地区都相对集中 对于房地产市场影响较小 也比较短暂 而这次情况则更加严峻 从周一发布的阅读数据来看 一月份房价同比环比涨幅均有所放缓 与去年十二月相比 一月份百分之零点二六的环比涨幅 低于去年十二月零点三五的环比涨幅 而一月份七十个大中城市中 有六十六个城市的新房价同比上涨 去年十二月房价同比上涨的城市只有六十八个 而标普全球评级分析师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报告中表示 如果延续到今年第二或第三季度 预计整体销量将大幅下滑 他们认为全国的住宅销售面临着萎缩风险 而其他分析师看法较为乐观 认为只会产生短期影响 贝壳研究院的首席分析师徐晓乐表示 短期内市场会受到干扰 但这并不意味着房价会在二零二零年大幅下跌 他表示绝大多数购房者会延迟购买需求 退职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六个月 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出手提振住房销售 这是面对此前几次不确定性时屡试不爽的一种应对方法 而高盛的分析师表示 这一次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并且提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最近承诺对地产行业保持谨慎态度 而高盛本月早些时候在报告中被客户表示 预计不会出现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大放松 而现在这样的公共卫生健康事件已经影响到香港 甚至已经再多移民 专门收容病人的马加列医院在十九日早上发布消息指出 有一名七十岁的独居男子在感染后危待超过十天 研制今早终于不治身亡 但是在同时香港警务处长一哥邓炳强 以及一众老牌明星和歌星 却在俱乐部聚餐唱卡拉OK 这样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惹人诟病之处是他们不但没有对个人卫生少做检点 而邓炳强跟曾志伟等人勾肩搭背口沫横飞 在场唱卡拉OK 有玉惠女士还公然违反香港法律 在香港所谓最高执法官员眼底下拿出香烟开始吞云吐雾 而网民对此更是觉得十分气愤 马加列医院在十九日早上表示 七十岁的有长期病患的在奎永区独居的男子不治病逝 他也是自从开始在一月上旬影响香港之后 所夺去的第二条人命 而医院发言人指出 男子情况在过去十天来已经属于危急 而在今早急转直下不治 他此前曾经前往中国大陆 而今年的二月四日 医管局曾经表示 香港第十三宗个案 有一名三十九岁的确诊男病人 在当日病重离世 当时是香港第一名因此不治身亡的病人 那位男子居住在红侃的黄埔花园 而有关今天这宗个案的详细情况 医管局和卫生局已经在记者会在做详细声明 而与此同时香港执法医哥邓炳强与一种老牌艺人 唱歌聚餐的视频同时在网上疯传 被网民批评为社会大众立下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 似乎不但没有理会政府少出门少聚餐的劝告 而且吃饭加菜也没有公快 邓炳强甚至还兴奋地与曾志伟勾肩搭位 两人几乎面对面 但是却没有戴上口罩 而又一名出席聚会的女士 漠视香港法律 在室内竟然公然抽其烟来 简直是庞若无人 而邓炳强事后解释说 当晚是警察足球队与艺人足球队之间比赛的幸运项目 又说警方经常都与各界进行社交活动 然而网民对于邓炳强的解释却并不买单 甚至连大陆的网民都好奇他们为何如此开心 并且真是等实过人 有人留言说 现在真的不要再聚会了 没戴口罩特殊时间要注意 我的天你们还在聚会 我在Instagram上看到香港人基本都照样聚会 有的人竟然不戴口罩 而有网民也为这次无口罩宴会列出了多中罪 其中包括身为警务处处长的邓炳强 却自称要向成龙以及方中信学做警察 又指自己和众议人是老友 只要对方伸手职工警队就可以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的确看起来是非常不适当的言论 再次呢 片中有人看到在室内吞云吐雾 但是根据本港法例第三百七十一章 吸烟的公众卫生条例列明 任何酒店餐饮以及室内地方均计止吸烟 而邓炳强身为警务处处长 简直是纵容违法颇具嫌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华尔街电视正式开通会员制了 加入银牌会员 您的直播留言 我们有问必答 此外金牌会员还可以观看专属直播 与主播近距离互动 如果您是钻石会员的话 更可独享我们特别制作的专属节目 请点击节目下方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立刻成为华尔街电视会员吧 华尔街电视正式开通会员制了 加入银牌会员 您的直播留言 我们有问必答 此外金牌会员还可以观看专属直播 与主播近距离互动 如果您是钻石会员的话 更可独享我们特别制作的专属节目 请点击节目下方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立刻成为华尔街电视会员吧